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很重要啊 就最近 我这边在讲的一直都是在讲意识形态嘛 什么中国人 对我一直在讲中国人 台湾人 然后 中国人多强多强的 我们都要当中国人 对我一直都在讲意识形态 那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就变成是什么 这一切 以做生意为 最重要考量嘛 对不对 它刚才有市场机制 市场 就是全部都讲 做生意啦 什么贸易贸易贸易 反正就是赚钱就好了 管你什么中国人台湾人 可是啊 这个意识形态 它牵扯到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啊 我到底是人还是狗的问题吗 对不对 一个尊严的问题 对不对 讲了半天就是 我是比你 你是比我高一等是不是 我是比较次等是不是 对不对 意识形态就在讲这个东西 你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可是搞了半天 哎呦 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大 那你们两边都有朋友 我们那边没有朋友啊 那你们人多那么多 那我不要当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对 我是台湾人 意识形态 会造成这个 影响到这个尊严的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想到什么啊 你这个意识形态啊 你这个尊严啊 都是用市场 可以取代的 对不对 你钱再多再多啊 有东西买不到 尊严买不到 这突然让我熊熊啊 想到一首歌词 一句歌词 那个社会主义好 歌词不是有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底位高吗 那为什么 都要工人阶级领导 做那个最普通 最普通工作的人 国家把你捧的高高的 所以什么 人民地位高嘛 社会主义国人 所以啊 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啊 一直存在 就表示什么 有些事情 钱没办法解决的 那就又表示什么 就资本主义啊 是 对不对 又是我要在讲 那我那天 一个比喻 说到这个资本主义啊 日本资本主义 发展到极致 发展到极致 发展到极致结果怎么样 哎 哎 A片一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提个啊 最后提个还是我提 那个小小的 我马马斯洛的这个 这个生命的五大需求 因为我从小啊 我一直都认为 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 我来 为何 对不对 所去为何 那后来我自己找找找找 找了半天啊 就被我发现了这个 马斯洛的生命五大需求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尊严需求 我爱已归属 自我实现 生理是吃饭嘛 吃饱了吧 对不对 吃喝拉桑嘛 安全 我们环境安全啊 房子 外面有 交通 有警察维护 对不对 还可以了 尊严 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被人瞧不起什么的嘛 我跟 意识形态就是扯到这个东西 中国人 台湾人 哎呦搞了半天你们中国人 都是你们中国人 人那么多嘛 那我不要当中国人 对不对 尊严问题 意识形态就是扯到尊严问题 房子 再讲白一点是 我是人还是狗啊 对不对 还有爱与归属的需要 我们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有没有爱的感觉 我们有归属感嘛 我是当 在哪里比较归属感 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就是一个 最高级的一个需要嘛 我达到了什么目标了 达到了什么目标了 所以说啊 我觉得意识形态 不可能不谈啦 因为它是什么 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基本需要 我们这个尊严需要 好 好 好